那么怎么做这件事情啊 我核心点还是比较太不错 我写什么的点 属性少了什么样 类属性长了什么样 我写什么的部分 将来这个类对象长了什么样 就叫什么名字 那么这个地方写的圆土长了什么样 请问是否意味着 我将来我这个类就继承了什么东西 那么方向是 你这里边即使不写 那么它将来这个地方 不是是不是一个空圆土啊 那空圆土里边 我把里边的东西给它便利便利出来 或者说你里边有也行 没有也行 我便利你这个圆土 你的圆土里边我检查检查 有没有object的这几个字吗 就是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我就不添加 没有我就创建一个新的圆土 里边我让它有 请问最终 可不可以做了这个事情 可以吧 那不就实现了吗 在python3里边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如果是咱们去做的 它至于怎么做 他们爱怎么做怎么做 如果是咱们想要实现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咱们也可以通过圆类来实现了吗 这就是圆类的功能 你定义的类 你定义的很简单 就这么想 但是我想在所有的类的事 创业的时候都加个东西 你怎么办呢 圆类来改 听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这种方式呢 是比较不错的 好怎么办 这就是圆类的功能 能理解了吧 大体上理解就可以了 就是说圆类能够起到 一个特点 你看上去 你定义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 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我是不是可以改啊 我可以改 你这个东西怎么改 决定了将来你这个类 真正找个什么样子 这都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核心的现象是 你传的是什么 这个类将来里边还是什么 听懂了吧 就这个道理 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咱们原来师傅多多少少了 也学过一个东西 只是说这个道理 私有属性 还记得吧 是不是将来咱们说过 私有属性 有可能是不是把名字 是不是给他改了 对吧 那么很多特殊的功能 你看上去是私有的 我在外面用不了的 有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有可能他就把名字 给他重整吧 把名字不就变成了 类的名字那种方式 是不是可以那种 那种方式了吧 下回线类名的内容 都是可以通过特殊的方案 来实现 那么无非是这个方案 来实现的 是类长的什么样子而已 听得清楚 好了就他 同样一般情况下 咱们不会指定原理 我这不是闲得 没事干了吗 我把脚写的B2 给你干得大写的B2 这真的是吃饱了撑的 但是呢 你要明白这个过程 听得清楚了吧 明白这个过程就好比 就行了 同样大家这个地方 稍微对比对比 原来咱们学装饰器的时候 请问装饰器的功能是什么 装饰器的功能是 你在不改 不修改 原来调用函数的时候 多的东西都不再修改的前提下 是不是给函数掉 你之前是不是加东西了 请问这个东西 是否意味着 我写的类是什么功能 我写的类就这点 我想给类加个功能 请问是不是可以 给它指明一个原类 那么将来原类里 怎么写怎么写 请问你定义的时候 可以很简单 但是接下来 你通过这个类 创建实力对象里边 是不是有可能 默认有个功能了吧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装饰器 可以对函数 进行一定的修饰 加功能吧 直白来讲 那么原类不就相当于 可以给类是不是加功能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这就是原类 这就是原类 那就可以了 Python3里边 如果你想要给一个类 去指定 它的原类是谁的时候 在这里面写 那么Python2的时候 简单了解 咱们现在以Python3为主了 Python2的时候是这么想 听到我意思了吗 这里边有个特殊的类属性 叫下方线 下方线叫MateClass 等于你上面的函数名 可以了 Python2 是在这里面写 Python3咱们已经移到这里面去 听到我在说什么了吧 OK 那这就它 这就是原类的多有 那么有些人呢 他就会说 你毕竟这个地方 你写的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人家说原类原类 它毕竟是一个类 你这个地方 它毕竟是一个函数 你说对不对 所以是怎么办 这个位置 其他都不换 其他都不变 唯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把MateClass 那是等于原来是不是写了一个函数名 现在换成个类名 请问 这是不是一个类名了吧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先要有这个类 通过这个类 接下来 我是不是 现在来创建一个对象 是不是 就是拥有方法了吧 拥有方法创建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你是不是的这个这个类 长了什么样的 好了 那么最低 也就是说 当Python解释器 注意看啊 当Python解释器 从上向下执行到这的时候 哎 一看这哥们是不是一个类 请问 是不是一个类 是类吧 反正是个类 但是又一看 哎 这个哥们 他怎么继承了type类啊 继承了type类的这样的类类 咱们就可以认为什么呢 啊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原类了 哎 就是你继承了谁 咱们就可以认为谁 这个哥们是一个原类 请问 他一看是一个类 他不管怎么说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又创建这个类对象了吧 那么因此 接下来 你的Python解释器就要创建 又因为他继承了他 他在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一定通过特殊化来实现 那么请问 是否意味着咱们画个图啊 咱们简单在这个地方画个图 是否意味着 我把这个往下 往下拖一拖啊 在这个地方 大家设想一个场景啊 咱把他名字给你拿过来 是否在这个地方 我就定义了这么一个类 然后呢 他是继承的TYPE 他这里边干什么呢 咱们不关心 我就定义了这个类 请问 这个类是不是也要占有空间 这个叫什么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对象了吧 那么咱们称呼这个 咱们称呼函数 称呼这个对象 咱们叫函数 称为这个对象 咱们叫类 咱们称为这个对象 是不是叫做原类了吧 请问 这个原类 说的更直白的讲 不就是有个名字像他吗 谁字像他呀 他里边的这个名字 我还拖一拖 把它变成白眼粉 请看 他里边的这个名 是否也就意味着指向了 是这个对象 大家看没法吧 不计指向了这个对象吗 这个名不计指向了这个对象吗 当我再去定义这个类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个class这个地方呢 他有个叫med class等于 我这个类的名的 请问是否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个这个地方有个箭头是不是指向了这个东西了吧 那指向了这个东西 接下来我不是要创建这个空间吗 我怎么创建这个空间呢 我就拿到这里边的某个方法来创建 请问我调用他创建出来对象是不是决定了我长的什么样子了 那么既然他又是一个类的话 请问一定会调用谁来创建一个对象呢 是不是new方法是不是来创建了 因此这个new方法就在这里边有个new方法 他创建出来东西 请问是不是决定了你长的是不是什么样子了 因此咱们把刚刚在上面这个函数里边写的这一坨代码呢 基本上不换汤不换药的放在这个地方去 请看他的返回值是不是就是长得这么样的一个特殊空间了吧 只不过这个空间有什么功能而已 有什么功能是吧 这个空间是不是可以再去创建其他的空间 创建出来是不是咱们称之为实力对象了吧 好了最终了咱们总结一下的 这个空间称之为原类 他能够创建类的空间 通过类咱能创建出实力对象来 请问实力对象是不是咱们用了最最最常用的东西了吧 因此就做到了 好了这个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之后呢 就真正的我指定我的原类 而不是指定一个函数 你没发现是不是已经变成它了吧 无非是用到了它的new方法 说到了new方法 是不是你今天是不是要复习复习一个东西了 单例呀 你要复习复习单例必靠 百分之百的 只要是面试只要是什么东西 反正这个东西没有没有不考的一定考 原类呢这就不见得了 因为原来呢要看面试官的能力 面试官的能力很强 他有可能就问你原类 如果他也是不懂 他怎么可能问你原类呢 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那有人说了东南我这个面试的时候还得找个不会的啊 你找个不会的可能性很小啊 对吧你找个面试官不会的 有上海大面积的公司里边的这个派生的这个人员几乎没有嘛 所以说面试官的时候呢都是从其他语言转过来的 所以说问你哎这个这个派生有什么特性啊 派生会怎么用啊 派生里边有没有数捕啊 人家问你有没有数捕派生里边 没有数捕你可别打有数捕 还二文数捕三维数捕 存在扯了吗 没有数捕 二文啊 C++这种语言里边有数捕派的没有啊 好了原类机缘下来就说完了 说嘛咱们最后一句话来总结 请问原来用来干什么什么时候用 如果我定义好了函数 我想给函数加功能 我可以用装饰器来装 如果我定义好的类 我接下来想要对类的功能进行修改 我可以找一个原类 这个原类将来决定了将来咱们这个类 真正的功能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那么因此同学们你要对比的来 装饰器咱们不是用了吗 装饰器就是来对函数内部不修改 然后呢添加功能 那么原类 类已经定义好了 不用再改的前提下 我对类添加功能 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这就是原类 一般情况下 那有人就说了 我这不闲得没事干了吗 我定义的时候难道不能定义好吗 确实实实是这道理 因此 原类用的少 你在定义类的时候 请托门 一个特点 你就尽可能的怎么着呢 你把这个定义的完完整整的就行了 不要再想着 怎么用原类来去搞 不用了 如果这个东西能搞定 咱们肯定写在这啊 肯定写在这 如果我定了一万个类了 后来定了很多很多个类了 但是我接下来我去想方式法 我要加功能 我要修改功能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朝着原类这个方向去尝试 但对中行不行呢 还是要回你 你试个道理吧 同吧 这个事就解了 这个时候解了 好了 那么原类呢 就说到这 同吧 来接下来花三分钟 理解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的原类 以及画了这个图 画了这个图